现在您看到的就是触摸屏悬秘章冲击试验机 我现在呢就它的这个试验方法 进行一个简要的这个讲述 首先呢将这个试样加持在前口座上 试样要加持在这个前口座的中间 加持完成之后呢打开这个 打开机器电源 打开机面之后呢点击右下角的开始实验 然后进入到这个选锤界面 然后我们所使用的锤是多大呢 就在里面点击我们所使用的锤 选择完成之后呢点击下一下设定 在设定里面呢有很多是打印参数 这些呢根据我们所那个使用的实验标准进行设定 经常设定呢就是实验的宽度和厚度 然后设定完成之后呢点下一步实验 实验里呢有那个复位力质数据和实验冲击 我们如果那个实验数据呢是每次存储10组 如果存储满之后呢点复位力质数据 如果不用呢直接点击那个摄像冲击 提示框显示系统已经准备完毕是否冲击 点击确认 冲击完成之后呢将锤还悬挂于原来的那个卡杆上 然后呢现在显示一个刚才所冲击的这个实验的结果值 然后点击结果 现在呢第一次数据就是刚才我们所做的这个实验数据 本机器呢具有那个U盘存储功能 它这个在那个在机器的后方 U后方 存储到这个U盘之后呢可以拿出来放于电脑之上进行长期存储 也可以呢在那个机器本身用这个微型打印机进行打印 点击历史数据 然后下一项有个打印 点击它呢就可以进行这个微打呢进行这个打印 然后现在这个触摸冲击凉这个实验呢就介绍完成了 如果有什么疑问呢请和那个厂家联系 谢谢您的观看